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岸上溪柳夹穿肠 数百年前有凉水河中的景象再次描摹重现 绿树繁花夹岸相照 冰河公园拔地而起 如今清澈的凉水河 在十多年前却是条牛奶河 2013年北京下定决心让凉水河还清 通过节流污水、整修河堤、疏通河道等措施 凉水河一桩断水质略升至四类 成为首批全国示范河湖 水质检测员白鹿在此流连旺返 千年古河重现昔日风采 北京污水治理的步伐远不止于此 五年来 靓马河通过物业化规律模式 再现水清暗率 萧太后河促留增率后化身城市绿郎 北京全市污水处理率从92.4%提高到97% 国家和世纪考核猎物类断念全面消除 从凉水河一路向北 在燕山怀抱里 酣睡着一颗华北明珠密云水库 京城三杯水两杯密云来 是什么让这个北京人民的大水缸 源源不断地滋养首都 2014年 南水北调工程竣工通水 清澈地将水一路北上 密云水库蓄水量节节攀升 2021年10月1日 密云水库蓄水量达35.79亿立方米 创建库以来历史新高 地表水奔腾 地下水回升 2021年 北京五大水系26年来首次全部重现流动的河 并贯通入海 水下森林鱼虾游异 核心湿地水鸟栖息 北京这座城市用坚实的步伐 实现了因水而新 向雨水共生的转身 随着建设天蓝水清 森林环绕的生态城市被提上日程 北京将继续统筹水资源 水环境 水生态 水安全 水安全 深入打好 水安全 水安全 水洴